中国文化太美 中国中医太美 大家好 我是梁东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 在较早的一段时间 我曾经去上海 参加了一个抚养论坛 把当今中国抚养派的各路高人 大家都邀请到会场上做一个分享 在当今的中国 一个中医论坛 大家愿意花钱 而且很多不远千里不远万里来参加一个聚会 真的是很难得 在那样的一个会场上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大师 他很有意思 一般的其他的老师 讲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或者是三个小时 对多了 但是大会却特别安排了一位 从海外回来的老师 讲了足足一天 上午讲完 中午冲冲的吃完饭之后 就下午又讲 我第一次会发现说 有一个人可以如此清晰的 把关于身体生命和这个系统 讲得如此的清楚 而且他也会觉得 以前很多人在诟病 说这个中医到底科不科学 但是这位老师 招了一大票的麻省理工学院 哈佛那些学药物的那些学生 都是搞科学的 做他的弟子 从而来证明 中医是有他的科学性的 而这位老师 就是现在在网络上已经非常明满天下的老师 叫尼海夏 尼老师 尼老师你好 梁同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尼海夏 对 一听那个尼老师的声音呢 就不像大陆人 这个一看的原来是台湾人 尼斯以前在台湾嘛 对不对 对我出生在台北 对 那关于这个尼斯呢 他说不要太复杂的介绍 就是美国汉唐中医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大学博士班指导教授 尼海夏老师 尼老师 您是在台湾学医吗 对我在台湾学医 然后呢 我在台湾 然后后来移民到美国去 我们家通通移民到美国去 然后在美国在这个开始行医 这样子 在美国多少年 在美国从头到尾大概 应该将近29年了 29年啊 对 1980年就过去 这个尼斯有天跟我们讲说 他年轻人的梦想 其实不想做个中医的 年轻人玩摇滚的 对啊 因为年轻的时候喜欢玩音乐 那时候念书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玩西洋音乐 台北的年轻人呢 都以能够弹一些西洋音乐为荣 觉得说比较流行嘛 那个时候也是罗大佑年代吗 对对对 刘大佑那个时候 OK 然后呢 然后 可是我知道我在动物的时候 以前当热门音乐 很难的团长 那玩音乐呢 是个兴趣 没有办法当职业 所以当时我毕业以后 我们团员有的人就走职业的路线 我就不赞成 我要走这个一的路线 因为那个音乐对我来说是这个嗜好 我没有办法把它当成终身的职制 所以说 一这方面 倒是我是很希望能够把一生所学 能够带贡献出来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一的方面 那你怎么样踏上这个学一的道路的呢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学一 他肯定还有机缘的 没错 这个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这个 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如果严格追求起来 我什么时候开始学一是在高中时代 那我的一个老师呢 叫做周卓宇 他是以前北京的世代的家传的名义 那1949年以后 他是到台湾 那他就 但是我妈妈看我喜欢读医书啊 我自己就喜欢看很多古书古籍的东西 他说你 那我带个老师 找你带个老师 你学个中医看看 就是这样子 然后看到老师以后呢 老师就看我这个年轻人嘛 他也不晓得为什么 他一看到我 他就很喜欢我 比对他儿子还好 这个老师就是这样的 我后来发现的是老师找徒弟 不是徒弟找老师 没错 然后我刚开始还不相信几根真能做什么 对呀 他当场表演给我看 因为病人腰痛 真相当场就好 我想这个真的是不错 所以那时候开始就很有兴趣 开始进入中医的这个领域里面 那这个 所以我的中医的根基呢 启蒙老师是周卓宇 他现在还在台湾活到 已经快一百岁了 一百岁了 对 那另外一个是徐继民 是我的启蒙的恩师 他是江苏来的 在上海的名医 他真就非常的厉害 这两个老师引领我进入中医的大 所以我的 所以说我虽然出生在台湾 可是呢 我可以跟各位听众讲 我真的是这个运气很好 因为我在台湾才有机会 真正的受到这个师徒制的传承 中国几千年来 没有什么中医药大学什么东西 都是师徒传家来 对 或者是爸爸传儿子啊 祖父传子 传子 传媳不传女 这种方式 那在台湾呢 他们当时就开放了很多 所以说 它被带调了很多 就像我们那样 所以就像那种方式 了 那么 你 我们是那种方式 我不是那么대방的 照粉 发到的 我一种方式 精彩的 你 假装 对